我們國內來講是希望能夠具有創新整合能力 還有國際視野注重倫本關懷的一些專業人才 這是我們目前國內我們是希望如此來處理 那學校來講是最起碼你要通盤培養具備各方面的一些核心能力 當企業界去到企業界去之後企業界會針對他們所需要一些某些特殊的能力再額外的再特別加強 國大學很強調專業教育還有跟業界的結合 可是大學裡面它的養成人格的平衡很重要 通識能力的提升很重要 教育之所以不同於訓練最主要就是人格的養成全人教育非常重要 另外來講就是中生學習目前必須要加強推動 因為現在科技變化太快速 你兩年前拿到博士學位搞不好兩年以後來講又脫節了是不是 所以這個部分來講我們要自己再改進 看怎麼樣來加強任何一個階層的中生學習的一個方式 早期台灣是經營教育 現在已經進入到普及教育了 所以廣設大學 而且希望大家都能夠接受到高等教育 知識層級提升 我相信對整個社會應該會有比較好的貢獻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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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